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令这个案子呢 这是将近20年前发生的 今天所有网友们针对诸令这个案子呢 这样的行动 其实大家想知道的是真相 那我觉得更特别的呢 就是大家伙把它上到了白宫网站上 和中共的宣传部门 特别是新华网或者说不同的宣传部门 针对这个诸令这件事情呢 跟老百姓的声调是一样的 你发觉了 一样的 大家伙呢 多少有点被鼓励了 那就在这个坑截上发生了袁立亚这件事情 也就是经温这件事情 在我的眼睛里 今天的老百姓 应该意识到 袁立亚这件事情是当年朱令那件事情的现实的翻版 来的还残酷 对吧 人死了 现在应该网上大家说的是被轮奸 那被轮奸的带头的人呢 是这个经温商业城的老板的儿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概念 而整个官方 警察 宣传媒体 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我相信跟当年19年前 20年前 朱令案时是极其类似的 而且要超过它 那现在是5月10号 离8964还剩了二来天 我相信北京城今天的防范是按照8964的这个严厉程度去防范 这就是我想说的朋友们想追求真相 朋友们想意识到说这个体制有所改变 或者换个好官就如何如何 没门 连窗户都没有 死个堂了 这个朱卷跟那高压锅是一样的 死个堂了 没戏的 最新的网上的说法 我看到一篇文章 就讲说真正真正的袁里亚的死因 从七楼上 从这个办公楼的 从这栋楼的管理层的楼窗户里面被扔出来 他是一个打工的 他没资格上到七楼去 他也没资格在七楼里面待一宿早晨跳楼 这就是问题了 谁有本事在七楼呢 当官和拥有者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金温坠楼女孩的老板身份曝光 难怪水这么深 他就列起的文章很长了 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他的怀疑点跟大家分享了 那文章上来就这么介绍 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被网友曝光说 金温商城的老板钟涛拥有强大的背后的这个背景 他本身是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会长 中国万和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那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董事 而该女孩是被老板的儿子和另外五个保安轮奸 警方不敢立案是因为金温老板后台很强 与刘七家族原来北京市的市委书记 与刘七家族的关系密切 能在北京城有所发展 其实我的眼睛里挺简单的 我们记得跟大家说过一个道理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有所大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 从河里头能抱着石头出来 水也能出 脑袋也能出来 然后抱着石头能上岸 那都什么人物啊 那不是人 不是一般的人 没马人啊 咱这咱先说不是一般的人 对不对 一般的人都在枣贝底下 不知道鱼了瞎了 早给点拨了 能出来的人没背景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昨天的节目当中 只是跟大家提个疑问 五个保安强奸了一个打工的女孩子 犯得上北京警察这么干吗 犯得上北京舆论这么干吗 犯得上动这么大肝火吗 对不对 这为什么人去这么弄啊 就要把这件事情在第一时间里面 前一秒后一秒给他压下去的人 而有这种权力的人 能够在北京城呼风唤雨的人 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 到北京城不知道官有多大 因为最大的官都在北京城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马路上跑 那个背后那哥们 他的爹是谁 这就是北京城 咱要北京城混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 这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最新的发展 那今天网友呢 主要不干的是原因就是说 有一个网友这么讲的 说女孩子的尸体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 体内含有六个人的精子 你说被六个人强奸 我们知道网上传的是说五个保安 和这个老板的儿子 另外一个人讲 19年前的朱令案至今没有结果 今天他们倒是破案神诉了 并且创造性的发明自主高坠 自主高坠 什么词都有 我们知道朱令案 那个北京警方说的很坚决 这个案子永远破不了了 这是北京警方说的 第二天就把 那是朱令的案子 说永远破不了 第二天就把这个 袁立亚这个案子就给破了 破的就是他自杀 对吧 破的就是自杀 那更特别的就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 据说被抓的这个小伙子呢 就是袁立亚的男朋友 已经定亲的男朋友 而袁立亚我们知道 网上讲说他打两份工 打两份工是为了 给他爸爸治病 那据说呢 父亲的病很重 网上我看到最新的消息说 他父亲在赶往北京的路上 这个时候 他父亲已经离世了 一气死了 那在几个小时 这是昨天北美时间 昨天晚上的事情 几个小时之前呢 就说对他父亲正在抢救 而袁立亚呢 作为一个孝顺的丫头呢 打两份工呢 而且遇到了 他讲说遇到了好医生 遇到了好朋友 然后能够使他的父亲的 这个病情呢 得以能够治疗 这是网上是这么讲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还有一个消息讲说 袁立亚的尸体呢 已经被火化了 这样的操守都是北京警方做的 北京警方做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 基本的概念 大家去追猪令 你不如大家伙一块就问 袁立亚怎么死的 朱令的事情 19年前 想期盼着今天的中共的官 能够做得公正 期盼着今天的媒体 如何如何 大家知道 新华网新华社 曾经针对朱令那件事情 发出了六个是八个问题 你自己就把这件事情 把那个八个问题 你把袁立亚这件事情 你把这个经文这件事情 你问自个儿 抽自个儿嘴巴 然后自个儿 从自个儿的嘴说出来 为什么 你有那胆吗 你没有 对吧 那是中宣部控制的 那什么人 如果按照这个网上讲的 说的这个概念呢 应该说中涛 如果真的是啊 那是跟刘琦的关系很深 那触及到呢 还是江家帮的人 但如果触及到江家帮的人 如果这些人都已经下去了 但是今天北京的警方 采取如此的方式方法 老百姓做何想呢 到底出来多少人 法广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法广讲说 网友在5月9号 木须地的事件的观察记当中 说现场警力大概有4000人 这个文章写的非常长了 这是应该是有网友 把这个新浪啊 腾讯啊 所有微博上传递的消息 给摘下来 然后再侧重这个题目 就到底来了多少警察 这么来勘察出来 这么来测算出来 因为北京警方不会告诉你的 说孟建柱也不会跟你说 我们派了多少军队 这个警察 没有没有 这都没说 所以基本上 这个内容 就是这么个内容 那让人们 其实让所有人都质疑 为什么 对吧 一个女孩子死了 如果你已经定论了 你定论她自杀 你着急给她火化干嘛呀 她既然是自杀 你怕什么呀 横竖都是你警察一个人说的 你是什么呢 那如果你这样的操守 你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掩盖的方式 只能说你自己是诸咒为虐呢 对吧 那只能说你跟这件事情的背后 真实的故事是有关系的 只能说你不想把 真正公开的东西拿出来 新华网不是自己也说吗 那个以后对公众的事情 应该公开吗 横竖人话也让你说了 狗话也让你说了 不知道你是人 你是狗 你让我说就是这么回事 而且最近这一个多星期 两个星期 走到了一种极致的概念 BBC紧跟着有另外一篇文章 那BBC的文章 写的也很简单了 北京商场女子坠楼案 网民质疑官方的解释 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就是想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 全球的媒体都在跟踪 这件事情 与其你说 我就说你跟踪诸令案 这件事情就是现实 而这一波一波一波 触及到什么 触及到的是官 当官的 与最底层的老百姓之间的 根本的冲锋 所以清晰的看到 今天所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借口的这些 政法委系统 或者说公检法系统 法律 警察 公安 国安 一切的一切 都是服务于 这个体制的受益者 服务于 中共本身的 利益的集团 车船 电脚 牙 无罪都该杀 这是原来中国人的老话 你这些衙门口的 干的是独裁的 维护独裁的体制 又是个老爷们 然后你这个爷们 不像个爷们 专门是欺软怕硬 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家的说法 你欺负老百姓 而你自己呢 是被人家看成了狗 这话说得很 但是面对不公的事情 难道不是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